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光是黑白了 你应该说是中国足球变了天 这个从这个暗无天日啊 现在到什么呢 多姿多彩 阳眉吐戏 说现在啊 这个比这个中国足球更狂热的就是中国球迷 中国球迷 我觉得球迷也是真有意思 就是你输 其实他就是要你个赢 这个球迷按说情绪也很好骗 是吧 你只要进个球 一切多少年来的对你心仇旧恨 全部烟消云散 对对对 然后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球迷狂到什么呢 还有谁 你真的 不知道还有谁 就那意思 还有谁敢跟我们练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你可以看看照片 这个中国足球三连胜 你看这是在澳洲嘛 亚洲杯小组赛 这是历史性的成绩了 国足任性的踢 澳洲华人 你再看下边 记忆出现 对对 合不夺惯 你再看下边 今晚认 今晚认 信任 信任 拿反了 拿反了 今晚信任 可能认别的 对对对对 那是扫黄的范围 我这也拿反了 我带国足如恋出 如初恋 对这个我看到 对 国足虐我千百遍 我带国足如初恋 你再看下边 王大雷 公寻守门员 公寻守门员 你再看下边 球迷狂到什么程度 进一个 王大雷进一个 王大雷进一个 然后再看下边 这是 翻译 第一个我不知道 就说他们都是足球的 但是那不是 前面就看不见了 就说是天才 什么天才 捧到天上了 不知道 足球天才 但我看见的 怎么都比较低调一些 说往门里踢 往门 叫国足往门里踢 你看的 你看的 你看的太嗷了 你看的是第一场 对沙特比赛之前 你为什么他们说 国足往门里踢 这就是中国球迷 延续万年的态度 就是讽刺国足 讽刺他往门里踢 结果他一进了一个球 马上就改成 往死里踢 你知道吗 这正是他转叹 但是我也看了最后 就是上一场 对朝鲜那个说 大大有没有在看 社会主义得比 那个特别经典 你看 但是这个 徐老师是真正的球迷 狂欢的多了 我发了一条微博 说那个连胜三场 为什么 真是开心死了 这个各种各样的 随便讲几个 有比较悲观的 几十年了还不允许 施藏一次吗 还有的说 东莞都扫黄了 所以脚印了 东莞扫黄了 还有说 央视的那个叫什么 刘 刘什么洪啊 刘建宏 刘建宏离职了 就是因为他离职了 所以国中就好了 好像刘建宏在央视的解说 生涯是不是也是18年 我不太清楚 反正他们把不相干的 就关起来 这就幽默 不是讽刺 有的人说去呢 找乐吗 去呢 赢了呢 做澳航 输了做马航 太多了 我没的是非常好玩 你损 你损他到这个样一个程度 但是他一赢球 对 是吧 当然总体来说 大家都是很开心 我就看他们之前 就是比赛之前 对那个教练 那个佩兰 什么什么的 还有点 就你看那个媒体说的话 都挺都挺酸的 就是觉得 他还没有出那个 就那个名单 是不是没有底 说他来的时候 我们都对 就对他怎么怎么好 但是我们也只能帮到你这里 等等 就是那个媒体 就把他弄得特别的低 然后一迎垮 你看完全 那个反应就不同 我看了一个 澳大利亚一个媒体 说为什么 中国的足球突然有一个 他说是变成一个shocker 就是特别震惊 当然他很 他刚才就是很理性的说了一些理由 包括反贪服 这那 最后很酸的说了一句 但是我估计在北京的那些 那个商店里面 卖那个利物浦和麦琳的球衣 还是比中国队的球衣要多 就很酸你知道吗 但是他太多的政治挂钩啊 其实也有个危险 他现在还有很多人提出 真的一本正 就说上梁正下梁不歪 等等等等 真的有关系吗 下一场22号对澳大利亚 哇 有输了 哇 那怎么办 不是 徐老师 你这个是比较深的球迷了 你预测呢 对澳大利亚怎么样 有可能 赢啊 有可能赢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次呢 中国队运气好 因为中国队分在那个小组啊 是 是最弱的一个小组 就是我们赢的三场啊 真正实力比较强的就是沙特 而且呢 中国呢 历史上呢 80年代的时候 就有赢过沙特 那时候全国庆祝4比2 在就打那个世界杯的预选赛的时候 就大赢过沙特 就是中东的这几个强队啊 中国赢过的还就是沙特 那乌兹比克斯坦呢 本来就不是一个强队 所以我们赢了 北朝鲜呢 中国也是实力上也是可以赢的 虽然这场球客观上 其实赢得个股呛 那个下半场非常危险 甚至也有人 这个你知道阴谋论的球迷说 没少花钱吧 就是说咱那个社会主义兄弟 当然这次瞎说了 但是你最多你能搞定朝鲜 其他你也搞不定的嘛 对不对 但这个小组是相对比较弱的 那出去以后呢 本来有可能 他另外一组啊 跟中国对的是韩国跟澳大利亚 那韩国澳大利亚呢 澳大利亚踢得很好 可最后一场一笔零输给了韩国 中国碰到韩国 那是天生克星 赢韩国的可能性相对很少 澳大利亚好 虽然它是东道国 而且世界杯上表现这么好 跟德国打这个 这个风生水起 可是中国跟澳大利亚的战绩啊 我们赢得多输得少 就是说在历史上啊 中国跟澳大利亚的比赛啊 就最近几年比啊 我们赢得多输得少 所以中国对澳大利亚啊 不是没有可能夺冠 这是比较强的 这赢一场也有可能 咱咱咱政治再加把劲 对吧 而且照着不用政治加把劲 咱们这个解说已经加把劲了 说这个有个解说 已经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国足啊 就是是巴萨嘛 而且是最鼎盛时期的巴萨 你看一下子有捧到天上去 这个这个 他们拿出的唯一的证据 就是说巴萨就是 最近的这个比赛啊 叫西甲还是什么 对西甲 对就是说巴萨平均一场 这个传球啊 大概是六百多次 而我们好像说什么 哪一场就这三场里边的一场 已经达到了七百零几次 传球 哇这么厉害 超过了 已经是鼎盛时期巴萨的水平 但我觉得 就刚才像那个徐老师说 您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啊 现在你会去推测他怎么样 我这次的感觉就是说 这次完全跟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的国足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完全化了一批人 不是他人都不一样 你没有觉得那个精神变貌等等 人都完全不一样 平均年龄二十四 二十四岁 对 平均年龄 说他那个 那个那个佩兰他挑人 他就说三十岁朝上的人都不要嘛 就要的全部是最嫩的 他因为是想着就是长远 要去那个世界杯嘛 所以要从现在 而且你看他们那些人 出来的精神面貌 我一看那个发型 那个刺青 都是我这样的是吧 比你这个狂多 就然后有 然后有那个刺青啊什么的嘛 然后我一看那刺青 我就想起来就前一段时间 那个世界杯的时候 土耳其有一个球员 他就是有那个刺青 然后他们那个总理 都现在是做那个总统啊 阿尔多安就见他们那个球队嘛 看到他有这个青感 然后就说 这对你皮肤健康很不好 你给我洗了去 后来全国人民就出来抗议啊 就说你管那么多事要干嘛 我们这个你看 你看他们那种个性张扬 没有人管 你知道吗 就这一点我就觉得 不是同一代人了 就是那种个性就出来了 那个胜利以后 做事后诸葛亮分析很容易 对对对对 现在人家说他去恒大化 他那现在这个法国教练呢 很有权威 不受这些俱乐部队的限制 有些大牌的 你这很厉害的 我照样不用 那么分析了很多原因 那万一输一场 他们有可能有钱攒上去 不过长远来说呢 中国足球也许是有点希望 因为现在钱多啊 你知道前一阵 西班牙的一场比赛啊 他们说是一个南京得比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比赛的两个球队啊 他们都受到南京的一个企业的赞助 所以而且呢 中国现在把大量的钱都丢进去以后啊 要培养年轻的运动员到西班牙的 不是最高的那一级 但是是以级的那些球队里边 让他们进去比赛 而且呢 现在王健龄啊 要成马进的第二大股东了 所以呢 他们现在也同时 你知道钱进了以后呢 他们也希望你的球队里 用中国的球员 所以你现在你看英超跟西甲啊 简体制的广告很多 你知道 切尔西什么球迷什么什么 你知道欧洲人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他出来一条钱 因为他看到中国的这个收视率 广告 广告后面企业商人不是因为爱国 商人还是从商人出发 因为有这么多中国的眼球在注视 所以他们就会投钱 因为他们投钱 那些俱乐部就会吸收中国的年轻人进去 所以中期来说 中国足球这个国际化 也不是完全没有没有希望的 哎 看来咱们是不是有点这个东山再起的意思 因为就是你说这个事后诸葛亮啊 这一迎球啊 什么历史经验都总结出来 就是现在说中国该着了 首先就刚才讲了大的重视啊 顶顶层支持 再有就是也有钱 再有一个就是确实就讲反腐 哎 首先就说这个中国足球啊 掉到谷底的时候 是从哪开始改变的 就是从壮士断腕 嗯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反贪 反腐 什么假球 黑哨 清除了这些 对吧 然后呢 东莞扫黄吧 这个 哎呀不用穿秋裤是吧 我听说穿秋裤也有关系 就重新 重建这个这个 这个秩序 我只有一个希望 咱这期节目22号以前播 是啊 当然了 当然了 等他输了以后再播 没有 22号22号是其他一场比赛吧 对 我就是说等他输了 等澳大利亚输了 等澳大利亚输了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心态线 真的变得蛮潇洒的 而且你说这个中国足球的国际化 我先是看到人的国际化 你像那 你像那个那个 那个王大雷 我这位球迷又乱说 然后那个王大雷不是 铺点球之前问那个 问那个球童吗 左还是右 哎 真的很潇洒 那时候多紧张啊 真的他可以这样玩 玩这种花样 那叫消散 那叫绝望 不是 我觉得这玩的 生日 生日 那天他生日 谁生日 这个运气 我跟你说第一场 绝对有运气 这个哎 你真的 大家还真是不要高兴的太早了 我也认为 因为啊 这个谁都有点狗屎运的 你这个东西很难说 而且尤其是中国对这种心理啊 包括中国人的心理啊 真是特别容易受那个一鼓作气的那种影响 哎 我有时候觉得中国人的可能性是无穷的 但是心理是脆弱的 嗯 如果他心里找到了一个好的状态 中国人将是无敌的 你不干掉巴西也没什么异常 中国 这不是 你 这不是就你吗 在你身上看到中国球运的经典 把我派上去 我都能给你王大雷 给你雷 给你雷一下 不是 就第一场 他铺这个点球是运气吧 他进的那个任意球也是运气 那个碰着人进去的 足球不很大成分就是运气吗 那还不能这么说 哎呀 俩不懂球的 真没法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都能给你 你看这个新闻媒体报道 还有意思 说这个八分之一决赛 要对这个澳大利亚了 然后说澳大利亚 其实也不是这个历史上的强队 现在的澳大利亚也是青黄不接 但是瘦死的袋鼠比老鼠大 这话说的挺好 澳大利亚出袋鼠了 瘦死的袋鼠比老鼠大 那我们不是龙吗 对啊 我们应该跟我们叫生病的龙 也比袋鼠大 应该这样来说 休老师再说说 不过理论家现在都说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的说法 这个是体育呢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只有在看 就是国家队跟别人的比赛 我们最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对不对 看那个国旗就是想象 但中国目前呢 表面上看的体育呢 是万事具备指欠足球 我们在奥运会拿到第二 我们各个项目都很好 整个对于凝聚国人明星啊 起巨大的作用 但实际上隐含那个威胁 就是我们的依靠的这些体育运动啊 都是非常国际化的项目 胜负难保啊 你你明白我的 我我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美国这种国家啊 他也用体育来凝聚明星 所有的男人啊 到了礼拜天不出去闹事了 都在看呃 橄榄球 对 但是他的球啊 四大球 冰球 篮球 橄榄球 跟 还有个啥球来的 四大球 棒球 嗯 他都是他自己的 打得最好 他就叫他世界冠军 嗯 但是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联赛 这两天这个 这个美国橄榄球进入这个playoff了 就是快到赶 超级杯了 所以他打来打去啊 是什么 是明尼苏达跟西雅图诀 啊 是新英格兰跟什么达拉斯诀 所以他这种再闹事啊 他们前面都唱一个美国国歌 他没有一个 一赢就爱国主义 一输就抱怨自己 这种危险性 他的这个整 我就不知道他当初怎么设计出来 哎 这美国人非常奇怪 对不对 这是美国 我问你 你你你经常在欧洲国家 外国人有这个情绪吗 就是说 呃 如果输了球会抱怨国家 嗯 挺少 我觉得他们就说那球对 但是国家肯定也有的 比如说他某一个国家赢了 就是你打 你特别是打那个世界杯的时候 还是很振奋的 特别是啊 比如说你那个在欧洲 有他有很多人是 比如说有多重国籍的 比如说哈 他们有个玩笑 他们就问说 看你到底是哪的人 比如说你本 你本来是一个什么 那个移民的后裔哈 他们就说 最准的一个测试 他就问你 你看球赛 谁赢你会高兴 就是你心底里 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他会这样 但是 但我也听过一个笑话 你知道在欧洲 最小的那个国家 叫列支敦士登吗 特别少 三万人里面 有一半都是从外来 他们就 他们就开玩笑 但我们也有一支 这个国家足球队 这是唯一支撑 我们民族情绪的 全国眼口嘛 对 列支敦士登跟英格兰 英格兰比赛 他也也非常 他们肯定会有爱好这个 但是你说上升到国家 我觉得倒未必 还有一个我在那个英国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就那个打一个车 然后就跟那个出色师机聊 他就说啊 他说那个议会 他们不是那个威斯敏特吗 他说那些人啊 他们觉得我们这些人是傻的 发给我们几张球票 他们是看那个Rugby 是那种 那叫什么 那个还不是足球 叫手 是手 手球 还是那个Rugby 他说以为给我们几张球票 我们就会特别高兴 骗不了我们 他说我们比他们聪明多了 他们也明白这个里面的关系 很微妙的关系 现在民族国家这个格局 是从欧洲来的 亚洲是学欧洲的 但欧洲呢 现在走个双重性 他一方面隔几年 两年欧洲杯 四年欧洲杯 四年世界杯错开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 全部凝聚在国家下面 但是平常他们都认同俱乐部 你真的球迷 你是拜仁的球迷 你是黄马的球迷 你是巴萨的球迷 这个认同感 他们认同到自己比方 Chelsea的球迷 他就是每个礼拜天 他买计票 所以我的意思想什么呢 我就觉得中国啊 中国现在这么看重世界上的名誉啊 其实还是一个弱国心态 我们要靠国际上的 我们拿奥运的很多奖杯啊 有些项目啊 拿了金杯地位很高 那项目没几个中国人玩的 比方说冰湖 全中国都没有几十个人在 在在 这就是纯粹为奖杯去的 有些滑艇 有些项目 是所谓国家政治目的的去拿 但是呢 足球是非常奇怪 足球是中国 除了乒乓球以外 足球是大家最关心的运动 对 偏偏偏这项运动 我们又这么差 我们在亚洲都这么差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总觉得 一方面我们为自己足球 有朝一日上去 很开心 但另外一方面 我就担心 万一上不去我们的情绪 又把它跟国家挂在一起 我们的国运不能跟足运挂在一起 看这个任重而道远 我倒觉得呢 现在呢 我看这个国家的这个策略啊 还是一个就是足球人口 就是说提升中国足球 最根本的是增加 听说现在也是投了很多钱 有现在说 就是学校足球 对对学校 就是 我一直有一个相信 就是 就是外国人会在我们面前发抖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中国人啊 我现在觉得 他 他中国人就是没没搞对 你比方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是 他人口最多呀 这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咱们要发挥高球呢 不是 你比如说 如果有五亿个人 酷爱踢球 哎 你 你 谁工作 对 不是 哪怕他业余爱好也好 就是说 假如你有办法让足球成风 你 你记得吗 围棋 前一阵我们讲吴清源 围棋 当年围棋热的时候 按说日本强了那么多年 这中国呀 你只要让他热起来 从青少年开始 那时候都迷下围棋 自然 他这个人口概率 我认为就会涌现出来 很实际的一个情况 就是要从全国的地产商手里 拿回来盖很多足球场 要把高尔夫球场改成足球场 恒大不就是地产商吗 恒大就是 你现在要有硬指标 比方说全国增加两千个足球场 说了 说了 已经说了 现在就在干这个 现在就在干 两万个足球场 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 现在就说足球要纳入到体育 必修课 然后学校里面必须要有球场 因为其实过去啊 很多人也爱踢球 那喜欢踢球的人特别多 他没地方踢 你在哪踢 走走走 不明白 这是有一个好现象 你看那些球迷局的标语啊 以前都是中国必胜 就是把国家命运 现在他们说任性 任性就是你放下这个国家的包袱 对不对 你这个玩 开心 享受 这样 你讲这个任性啊 我今天看到那个 不是有一个消息 说那个里纳 怀孕了 怀孕嘛 然后他不出来讲这个事情吗 他说 他就说他老公好 说他只玩了一下 那个Ace 就是你发球 我还想问你学英语 什么叫Ace啊 Ace就是发球直接得分 就是你发球 正好打在边边框 最最难接的那个点 就别人是没机会去还手的 一打到那个点 你就赢了 直接得分 里纳开这种玩笑 他又走到了扫封的点 我就说他能任性到 这是好事啊 这是幽默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徐老师你说你看球啊 当然我们是看不懂了 是真的踢的好了吗 中国自由队 我说实在话 这几场球没跟上 你没看 我都是事后看的那个 那个剪辑啊 就是选段啊 什么 我就是 我说了好几次了吗 我不是有一度 发誓之后不看主国足了吗 每次看国足都是 就像虐待一样 而且我最近发现 我看啥球啥球就输 我帮的球队啊 比方巴萨吧 我对他挺重的 巴萨过去这一年多来 重要的比赛都输 我不看啊 他就赢 什么4比0 5比0 我一看 条重要的比赛 他跟黄马一踢 他跟拜仁一踢就输 对 我这个看 全是你的罪过 橄榄球吧 我这个看绿湾 这么包装工队 跟西亚特那个 我平白无故的去支持 这个迷尼苏打那个队 从头领先到位 最后两分钟 被人家翻盘 你知道看球啊 你支持的队 先输到最后时候赢 爽极了 这是最爽的 但是 你支持的队 全场领先 到最后被人家翻 你说你多郁闷 砸电视机又砸不了 这就是先地狱后天堂 和先天堂后地狱的区别 因为其实看体育比赛 跟看武打片啊 其实道理是一样 就是他替你的精神运动 你内模仿 就是但是的区别是 看武打片这些战争片啊 你不用挑你帮谁 你自觉的跟着明星走 这个明星虽然前面被人打得一塌糊涂 最后一定赢的 所以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 你一定爽的 体育比赛呢 就没人教你了 就这两个人你帮谁呢 你要自己去压保 压进去以后 其实看球看球 什么支持都是自恋 都是支持你自己的 压进去的这个东西 这个这种 这种这个情绪也蛮奇怪 因为我真的我不看球 我可能没有这个体验 但我看过一篇文章 他就说 一个最 就是最羞涩 最确弱的人 他进了这个 这个足球场以后 他这个人就迅速变得 谁也不愿意去惹他 那种感觉 是不是有这感觉 就你的爽 你的你的这种 他把他自己的爱政 什么东西 全投射在他边上 那真的 身边坐在你的亲人朋友 他要是帮的是你的对手 没错 这很没理智的 你知道吧 你像 你很多这个 人的自恋是 很多美国人 尤其是 这种这个小地方的美国人 我看他们这个 对就简直生活的贫乏 唯一能聊的 就是他们支持的球队 对 你想想 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我见过他们这样 对 我觉得挺没进 我说你的生活啊 你看他大胖子 就是聊聊我的球队 看着电视机 就赢了 特别同情这个 明尼苏的这个绿湾 包装工队 这个小地方 冰天雪地 唯一自豪的 就这一支橄榄球队 常常打到前几名 现在活生生的输给西雅图 就是 美国 老百姓怎么活下去 美国小镇上这个很多大胖子 我就觉得 我们中国的球迷啊 生活还算是丰富的 他除了看球 还有很多别的娱乐 对 那个美国那个小镇上 那个大胖子 他唯一的事 除了他的生活谋生之外 唯一的事就是球 我们这么讲过以后 你理解 为什么国足的使命 因为我们看国足的时候 我们是没得挑选 那我想问一句 如果国足现在一路 真的变成了这个巴萨了 那咱还关心啥呢 就你一路 你的注意力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所以我们还得继续支持它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